木伐穷的159天 昨天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终于找到了金塔的入口 可当我和沸沸兄弟进入之后才发现 里面机关重重 想要拿到内部的宝藏 必须冒着生命危险 闯过机关 我说沸沸兄弟 别开玩笑了 你昨天说我能闯过这鲨鱼见阵 你好好瞅瞅 这两次的鲨鱼头里 可藏着无数的箭尸 一旦被射中就没命了呀 小浪兄弟 咱这都好几天的交情了 我的人品你应该也能看出来 那绝对没得说呀 我说你能过去 那你就绝对能过去啊 不是 我相信是相信你 只是我该怎么做 才能轻松通过 不会被射中呢 就用你的飞天神钩 我这钩子啊 对 前几天你用这钩子变成爪钩 不是飞到那个绿洲之上了吗 你再用这个技巧来破解这个关卡 那再合适不过了 只要你飞过去的速度够快 这鲨鱼见阵还没感应到 你就已经过去了 当真 当真 这 放心 我不会害你的 我还指望着你过去把机关拆了呢 好吧 那我就试试 我这钩子 每次抓钩 都有成功和失败的几率 希望保佑我 一次成功 嗨 糟你 耐死 我成功了 算计 糟了 可以兄弟 我的钩子 那就用光 碎掉了 你现在都过去了 钩子碎不碎 已经不重要了 赶紧去找找机关的街头 我在这还眼巴巴的等着呢 好 我知道了 这 好像能上去 是不是在上面 走 上去看看 嘿 这是 巨蜀迷宫镇 这边看看 我的天哪 好家伙 这金字塔的主人 究竟什么来偷 为什么这么大的阵仗 喂 我说小浪兄弟啊 你不能不仗义啊 我说 赶快让我过去呀 你要是敢毒吞了宝藏 我告诉你啊 你这样做个没朋友啊 小浪兄弟 听到了吗 哎呀 别催 这上面是迷宫 我正在找着 嗯 这什么东西 我的天 吓了我一跳 好大只老鼠呀 幸好是死的 长得太吓人了 赶紧走赶紧走 嗯 这怎么又一只 这老鼠们都这么大鸽 都快成精了 可是 它们为什么都死了呢 哦 不管了 先赶紧破解一下 鲨鱼见证的机关 让富玉兄弟上来 这上面有点吓人呢 哦 哎呦我天 又遇到好多死老鼠 哼哼哼 哎 我好像找到了 这应该就是 建设的传出管道吧 哦 太好了 赶紧拆掉它 小浪兄弟啊 你这小子也太不仗义了 我说 你可不能独吞宝藏啊 你得分我一半 这样 三七分也行呀 停停停 停停 这就是盗墓贼 传说中的墓鸡校尉 进不来 要疯了 好了 机关解除 你快上来吧 哦 我去 小浪兄弟啊 这些变异尸鼠 真不是你杀的 真不是我 我发现它们时 就是死的 再说我一个人 哪能应付得了 这么多只大老鼠 哦 嗯 这种变异的老鼠 叫做尸鼠 它们跳跃攻击 撕咬敌人 成群结队 甚是可怕呀 好家伙 幸亏全死了 等等 有些不对劲啊 这些变异老鼠 深藏于这层迷宫里 只要有人进入这个关卡 都会逃脱不了 它们的攻击 那会是谁武艺这么高 破解了这一关呢 嗯 那 照这么看 楼下的鲨鱼见证 也早就被攻破 不存在威胁了 咦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 那我刚才拆管道 确实没有看见一根剑呢 哦 嗯 糟了 好家伙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